两位纹身大佬 果然一见面就意气相投 大汉名叫鲁达 在金略府坐提侠 在得知史静在寻找王静的老母亲 便决定帮他打听 两人来到大街 遇见街头卖药的打虎将李中 李中之前是史静的师父 在简单叙旧后 便介绍刚刚结实的好汉鲁达 鲁达也是热情地邀请他前往吃酒 来到酒馆坐下没多久 却听见旁边有女子的哭泣声音 鲁达便叫来小二询问 你那个隔离总有人支持我的提哭 饶了我们兄弟的酒精 是不是不给你酒钱啊 小二则说提哭之人是在此卖一段 因为觉得命苦而时不时哭泣 鲁达听闻便要小二叫他过来 询问得知 妇女二人原是东京人 来到此处接纳族产 却被当地的正途所霸凌敲诈 连族产也被他放火烧毁 母亲在气氛中一并不且而去世 还让自己做他的小妾 因为没有答应正途 他便和满城的客栈发话 不给妇女二人饭吃 没有办法的淬莲 不忍看老夫亲挨饿 只能以三十罐的价格 签下了卖身器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情人上 签是谁 情人 是谁 因为跑出来的淬莲毁约 导致还签正途三千罐银两 没有办法的二人 只能在茶楼卖畅赚钱 鲁达听闻便要去打正途 却被兄弟二人拦下 使劲说他是官家 不能随便打人 于是鲁达安排好二人的住处后 便决定先去金略府汇报此事 来到府上 金略大人则说正途是朝廷高官下的人 自己对他也是无权管辖 然而鲁达却认为他们也是一伙 不然这么大个官怎么会管不了一个屠夫 于是两人便争吵起来 金略大人看见鲁达的拳头便只能离去 气愤的鲁达则把大厅的牌坊给拆了 随后找到妇女二人 便安排两位兄弟护送二人回东京老家 两个时辰之后 带他们都走远了 仨家便到状元桥下去找正途 把他狠狠地教训一顿 看他敢不敢去找他们妇女 此时殿小二却拦下几人的路 被鲁达扣住之后 几人便出发了 接下来他便要去教训正途 鲁达的人生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感谢观看